玩够了吗 我们走吧 实验室一般不准外人进入 等一下 既然你都带我进来了 不如再满足一个愿望吧 你快来一起拍 一起拍一张 快一起拍一张 手 手手手 叶 比叶 比叶 三 二 一 到晚上了 谁在里边呢 快走 来了 进来点 有人吗 有人吗 只能是 我快走 你 你你们怎么进来了 好 我们刚进来 正准备做实验呢 赵凡舟 你今天必须教会我使用这个 骨骼两脚器 没问题 快拿回呀 不行 我要打到这个 不行 好 下节课我们要去实验室做无证检验 课前你把实验室准备好 好的 教授 实验室 施果果 我可不可以跟你换下位置啊 为什么呀 你不是在那儿坐吗 那个 我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又 左边脖子睡落枕了 你这儿看黑板比较方便 好疼啊 好吧 这么严重啊 谢谢啊 一帅 我睡了 我睡了 现在上课 好 法医物证学的主要任务 有个体识别和亲子鉴定 其中 个体识别 包含 血痕检验 脱液斑检验 毛发检验 牙齿检验 和骨骼检验头 下一节课啊 我们将改到实验室去上 具体教大家如何进行 世界上允许很不完整的长篇存在 对短篇小说 却很不客气 现在把课本翻到第21页 我想到了 要不然我们宿舍慢慢成中国风吧 我觉得可以 可以吧 好 能联想到中国风啊 我真是极致 那中国风宿舍要怎么布置呢 就买些什么笔墨纸燕啊 山水花啊 中国节啊 对联 兼职 反正有中国元素的网上议程 我觉得就差不多了 那为了节省时间 我们分头去买嘛 我去买一些白纱莲 把我们的文章统一风格 正好 我要陪方伟去买学习资料 我就帮你们 把笔墨纸燕什么的都准备好了 那我干嘛呀 你要不去超市看看有没有什么 中国风的东西 可以配合我们的元素的 哦 好 张芳生 你干嘛 去哪儿 超市 我也是 一起吧 啊 上来 啊 快点啊 对不起 你是来找我的吗 嗯 应该不是 我这个月还你起来 社团活动也没有 没必要找我呀 那男的还真的想啊 我们怎么老遇上你 我就是来找你的啊 哎 找我干嘛 我 打开我的包 你不会在包里放炸弹吧 快点啊 你把启喊喊喊的心碎 这么快就发音出来了 你怎么会有啊 中火 图书馆刚进的 就一本 看到了就顺便帮你借了 没想到你长了一张 这么不乐于助人的脸 其实是个热情长安 谢谢你啊 走吧 说真的 你虽然不爱说话 但是你很靠谱 不像蔡雅思那个垃圾 今天到晚只照顾我闯破 来 刘晨啊 来 来 陈云 来了 小路呢 他不来去练啊 他上午来过了 下午好像要去他们戏的 什么艺术展帮忙 也不知道跟教练请个假 太不把我当回事了 他跟我请过了 还要邀请大家有空去看展呢 要不咱们也别练了 看展去吧 小路还特地强调了 让你别去 说你一去就大不巧叫了 影响艺术丹气质 他不让我去我还偏要去 你不认识